現在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個重點喔 不管你要用這個他們的 還是你要用剛剛另外的有一個 這個 泰魯閣的 這個都可以 這裡都有放素材 都有放素材 事實上你如果 覺得你需要找空拍的影片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這下面有 有一些空拍的 像這裡啦 還有 看一下 好像還有好幾個是空拍的那個 就是 就是網站 你可以去那邊找一些素材也可以 不過呢你要找素材之前一定要特別注意 我剛有強調 你要找素材一定要是連續畫面的 什麼叫連續畫面喔 像我們在這邊 這個 他 以這一段來講 以這一段 他因為已經是剪輯 剪輯過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 有沒有鏡頭一直在改變 這種的就沒辦法追蹤喔 所以我必須要找他什麼 找他同一段落的 那他們家同一個段落的 只有在某一個地方有 就只有那麼一小段 就是我 畫面上做的 大概只有不到 要10秒鐘 因為他這個剪輯過的 他用了很多的彈入彈除 所以呢 我 往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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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找到這一段了有沒有 他就只有這一段 畫面 這樣有沒有一直延續在這裡 只有這一段可以用 那麼如果你找的是那個 像我們剛剛 看的這個 比如說把這個丟進來 好 我打開他 這個段落就比較多一點 你看我稍微往後退一下 好 像剛剛這一段可以用 還有呢 這一段也可以用 有沒有 都是同一個鏡頭 同一顆鏡頭 在走的 這個就可以用 那 另外像這種旋轉的 就比較沒辦法 旋轉的 比較 不適 不適合我們現在這種攝影機追蹤 有沒有 這樣旋轉的 這些都不行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就是要去找 那我們要去找的時候呢 我們要去找的時候 你就來看一下 這邊 你要會什麼 要會剪接啊 所以在AE裡面呢 必須要會 這幾個 素材剪接的快速鍵 因為這樣 會方便很多 方便很多 首先呢 你素材的起點 終點 這個 用 左右的中括號 左右中括號 那如果你要裁切 就是ALTER 加進去 就切掉 另外有一個比較特殊 就是 射手的工作區 那這個工作區 是什麼意思 假設我影片有很長 假設我的影片 從這裡到這裡 是 兩分鐘 可是 其實我需要的 可能是中間 這一段 那如果我一次這樣全部輸出 它就會 兩分鐘 前面就是不要的 不要的 對不對 那你剪掉之後 你可以把它往前移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快的方式就是 我們可以自己去怎麼樣 指定 這裡是我要輸出的範圍 這樣就好 這個叫做工作區 AE預設的話 其實就是輸出工作區 只是它的工作區 預設就是整個長度 所以你不覺得 你有設定 不覺得你有設定 所以 現在呢 就麻煩各位囉 來這邊 不管你用哪一個 像教室的 我也不反對 反正教室的 這裡也有 看你要哪一個 丟進來 這樣也可以用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請你 用這個素材 去產生一個 新的合成 你不要 自己開個新的喔 自己開個新的 再丟進去 這樣不一樣 因為當我們要剪接要做這個追蹤的時候 它有一個前提 你的 合成的播放速度 我們現在這個播放速度是29.97 這個速度 必須要跟你的影片是一致的 那你看我現在點到這一個 我們剛剛教室空拍的 有沒有發現它是30個 這樣你的 那個就沒辦法套用 就是它必須要是一致的才行 所以我現在以這個 按著它 丟下來 有沒有 這樣會產生一個新的合成 你再來這邊 再來做剪輯 你也可以拿這個 這個 有沒有 這個 那個 派魯德的 丟進來 那你再來這邊 找到你要的 比如說我在這裡 我們剛剛講 差不多在這邊 它有一段可以用的 應該在前面 然後這一段 這一段可以用 所以這是我的起點 對不對 我要把前面裁切掉 我就拉到這邊之後 按住 哪一個 裁切的 Alt加左邊的中括號 所以我回到這邊來 Alt加左邊的中括號 全部都切掉了 好那我再往後退 順便我設定一下它工作區 工作區在這裡 鍵盤上的 B跟N B就是Begin 開始 N就是End 好所以呢 我們在這裡 按一下 A B的B 好你有沒有發現哪裡不一樣 這裡 這個 就是工作區 有沒有我已經把它對齊到這裡來了 好就對齊到這邊 那 接著呢 我再往後退囉 往後退找到 OK的 好 假設我要放在海上的話 這裡都還OK 好 這裡都還好到這裡 所以通常都不會太長 空班畫面 通常不會抓很多 所以我到這邊要結束 要裁切掉 Alt加右邊的中括號 有沒有就切掉 再加上工作區的N 是不是就只剩這一段 這樣就可以 好所以 你要先學會這幾個 比較快速的編輯的 技巧 這樣子的話呢 你在 剪接你的素材會比較方便 好不好 就麻煩各位試看看喔 如果你要用教室的就這一段 對不對 我們就從這邊看一下 好 前面有抖動 不理他 好這邊開始前進了 對不對 前進 前進 OK 我就從這邊 Alt加右邊 左邊的中括號 按下 Bitkin B 好 再往後退 往後退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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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這邊 切 好如果你的東西要出現在後面這樣可以 如果你要出現在前面 那 出現在這邊的話 那就不能 怎麼樣 不能拉到太后面 假设到这里 OK ALT加右边的中括号 裁切 然后再加上N 这样就切起来 好不好 就给你先剪接一下